我們現在來訪問這兩位育人國小的是吳沛城以及陳學隆 哈囉 你們兩位跟我們講一下現在的心情好不好 現在很開心 我們在玩搬道 餘工宜山 搬稻草喔 嗯 你們以前家裡是有務農的嗎 我有務農 我沒有務農 所以有務農的這個陳學隆對這個應該都很熟悉喔 對 這個石棍有哪些是你們家裡以前會做的 搬稻草就是搬稻草然後鋪那個 把稻草鋪在稻田上面 在稻草就對了 對 然後稻草把它裝成那個包包有沒有 以前妳有沒有幫忙 妳也要幫忙喔 嗯 那沛城妳呢 你們家是做什麼的 都是老師 老師喔 嗯 所以妳對這個體驗應該怎麼樣 應該很新鮮喔 我覺得很新鮮 嗯 那你們是參加第一次參加童軍的活動嗎 不是不是是第二次 但是露營是第一次 露營 我第一次出來露營 那之前第一次是哪一次 就是 就是 只有 參加一天的 我問農伯 參加的 農伯 那農伯也是蠻多關像這樣子對不對 對 對 但是一關一關的 但是一天就比較不好玩對不對 對 哦 那你們昨天睡覺舒服嗎 舒服 舒服 所以那個宿舍就要爬上去耶 我們是睡一般教室 噢 噗地噗的 睡在 教室裡面就對了 沒錯 那會不會很熱 不會 不會 有開冷氣 哈哈 好 那昨天下雨對不對 對 對 那你們心情有沒有被影響 呃 就是會覺得為什麼活動第一天就遇到下雨很倒楣 對 結果還好今天天氣很好對不對 嗯 沒錯 嗯 那這次這個大露營到現在第二天玩得開心嗎 開心 很開心 嗯 好謝謝